票 挺 散 梁 反 惡 霸 力挺我们国梁兄 继续推动基隆市政 好不好 好 前总统马英九 星期天直奔基隆 麦立邦面临罢免挑战的 市长谢国梁扫机跟站台 但议员怒轰 别再呼噜基隆人了 过去他来到基隆 力挺许才丽市长 力挺张通融市长 结果呢 两位市长都被法院认证 有罪确定 马前总统你是再一次的要 让谢国梁陷入有罪的 这样的一个窘境吗 过去马英九大力背书的市长 都让基隆市民好失望 一条一条一条 加油加油加油 2005年跟2007年 基隆市长选战 马英九都以国民党主席之资 向基隆人推荐他们提名的 许才丽跟张通融 现在他出来产算 我是感觉是理直气壮 理直气壮 我们支持他是心安理得 大家说对不对 但许才丽设入公车处 购地弊案 法院一贪污治罪条例 判他有期徒刑七年 张通融则在任期内 施压基层援警 要他们放走酒家的民众 因为官说被法院判刑 一年八个月 前党员更迟 许才丽也曾面临罢免的挑战 发起人还是自己人 那个什么五六七联盟 对五六七还要自己人来罢免 五六七联盟 然后市党部好像还不表示反 那个党部不表示反对嘛 对 那你就知道如果连自己的年轻世代 当时的年轻世代 都看不下去 都要来罢免自己的市长了 自己党内的市长了 那你就知道他做得有多棒 棒到吓死人 然后这个谢国良还是要全力一握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负负得正 原本谢国良就累积了相当的仇恨值 施政也一再哀哄 如今马英九一来 再度勾起当地人的不堪回忆 辛酬就恨 只怕反而增添罢免的柴火 明星文综合报道